哪个阶层可以对比 应该这么说 跟日本的武士是有很强的对比的 就是他们两个很像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 所谓西方就是欧洲吧 和日本都是长时间的封建制 就是长时间的上尾一王 然后就分封成 那边分封成功后脖子男 这边分封成各种大明 然后大明下面 和那个公爵伯爵下面 这个阶层 这就能对应上了 歧视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贵族下面 附属的武士阶层 跟日本这武士阶层 实际上意义是一样 这个阶层是介于平民老百姓 和真正的世袭贵族之间的 这个阶层就是西方的歧视 日本的武士 在我们这儿呢 咱们讲过很多次 但不光是钱穆先生的观点 也是大多数历史学家 今天共同承认的观点 就是我们实际上秦汉之后 就已经没有了封建制度 也开始也是贵族 有周天子 然后分封诸侯 公侯 博子男 然后诸侯下面就开始有侍 这个侍在那个阶段 其实有点像西方的歧视阶层 像日本的武士阶层 只不过我们那阶层消灭的比较早 跟着贵族就一起消灭了 因为我们这个封建 到了秦大一统之后 尤其到了汉朝之后 到变成了一个官僚社会 这官僚社会就是没有分封的地了 在西方 在日本说 这是你的 你的国 你的地 你又分封给下面 下面这个城堡是你的 这块领地是你的 你在上面收税 你要保卫你自己的领土 这是你的财产 你保卫它 这个叫做封建